这张盘是不是港版 是不是原封 今天买了一张PS5游戏光盘 上弦高手2K25 卖家说这张盘是港版的 原封的 我做这个视频 就是和大家探讨一下 并不是教大家 只是探讨 这张盘是不是港版 是不是原封 以及我们一会儿 把这张光盘塞到PS5里面 看看它和我港服PSN下载的 那个试玩的游戏存档 是不是通用 那么下面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识别码 是在光盘的侧面 这有一个ELAS 这个E是指的是PS5版本 L应该是第三方 A是亚洲 那我的这六张光盘都是港版的 那这三个PS4版 它的代码是PCAS 那这个P代表的是PS4版 这两款PS5港版游戏 它的侧面是ECAS C它这个说的是索尼的第一方 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国行的PS4 它也是P开头 CS 那第三个字母是C 那代表的是China 好 说第二点 我这五张光盘 不论是PS4还是PS5版 它的左下角都有一个标签 叫原装行货 但是这个上圈高手没有 像这个蜘蛛侠2 它有一个年龄分级 但是像只狼啊 GT7啊 这些都没有 没有年龄标签 然后还能看哪呢 那就是背面 背面这个只狼啊 它比较特别 在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三区 这个三区是指的是香港 但是在GT7赛车也没有三区 神秘海域 这是全 美墨2 这也是全 蜘蛛侠2也没有 商业高手 右下角也没有 然后我们看背面 这个背面啊 大部分是英文 但是是有中文的 语音是英文 字幕是中英 电子版说明书是中英 还有游戏情节都是繁体 但是我们注意看 这个欧版的封面背面 全都是英文 美墨2 后边有英文 有中文 神海 背面有中文 这个中文还多一些 这个中文也多一些 像容量 都是有中文的 还有这个蜘蛛侠2 也都是中文 GT7 也是中文 只狼 也是中文 唯独这个上权高手 它是英文的 所以说我感觉它不像港版 再说下一点 比如说这个美墨 它这个位置叫游戏盘 made in 折碰 盘是折碰出的 这个印刷封装 是香港 这个蜘蛛侠 在下面 made in 折碰 盘是折碰 印刷封装是香港 这个只狼 一样 盘是折碰 包装印刷是香港 这个GT7也是 盘是折碰印刷香港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上权高手是哪 盘是折碰 包装印刷是新加坡 然后再看这个大城归来 盘是China 印刷封装是China 然后再看这个大表哥 made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制造 但是他没写封装 那关于这张光盘 是不是港版 我现在应该有定论了 它应该是个亚洲版 这个亚洲包括新加坡 也包括香港 如果它是新加坡版 那它能不能在我的港服商店 购买别的DLC 或者继承我的存档 这是个疑问 好 那第二个话题 这张盘是原封的还是后封的 我这儿的盘基本上都拆过了 唯独就剩下一个国行的 国行的PS4版光盘 这绝对是正版 绝对是原封 因为这是从索尼售后 给我发过来的礼品 一直留作纪念 关于是不是原封的 有很多讲究 我也不懂 只是供大家参考 因为网上有很多能人意识 也帮我看看 主要就是这个封条 我们注意看就这个位置 这个PlayStation 这一行 看这个边 它是在一行没有重叠 然后再看这个位置 它也是一行没有重叠 然后我们看这个大圣归来 它也是一行没有重叠 这位置也是一行 而且字迹很清楚 还有一个 就是我也上网看到 他们说就是这个侧面 这是正面 这是侧面 是否干净 看着反正就这样 然后再看上层高手 它这个封口是在这个位置 在下面 各位记住这个封口的样子 然后这是上封口 在这个角这封 然后这个均匀程度是这样的 这是大圣归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封边 我感觉和这个上层高手是一样的 那么它就应该是一个圆封盘